Uber 有沒有考慮找他們拍成宣傳廣告? 美國有位叫做比爾的洗身患者 有天洗身完搭 Uber 回家 在車上跟司機提姆聊了起來 過程中,比爾跟提姆提到 自己需要腎臟移植手術 但等了三年都沒有等到捐贈者 而這位善良到不行的司機提姆 心想是上帝讓我們相遇 因此提姆主動提議 如果比爾願意,他可以捐出自己的腎 比爾當場激動到全身戰斗 好不容易才寫下提姆的聯絡方式 後來在確認血型跟組織都匹配之後 提姆也真的兌現承諾捐出了腎臟 而重獲健康的比爾表示 提姆是他生命當中的禮物 他們要當一輩子的好朋友 這個發展太不可思議了吧 不知道